每日神话 你们的一切试探 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 难道我曾经用我的权柄 击杀过你们的肉体吗 你们为什么这样报复我 对我忽冷忽热之后 又不冷不热 然后对我又是欺哄 又是隐瞒 而且口中满了 不义之人的唾沫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也能欺骗我的灵吗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就能逃脱我的愤怒吗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可以任意论断 我耶和华的作为吗 我岂是让人论断的神吗 我岂能容让一个 小小的蛆虫这样亵渎我呢 我岂能将这样的悖逆之子 放在我永远的福气中 你们的言行 早将你们都显露出来 你们的言行 早为你们自己定了罪 我铺张诸天 创造万物之时 就不容让任何一个 在我以外的受造之物 来随意做我的参与者 我更不容让有何物 来随意打乱我的做工 与我的经营 我不容让任何人 也不容让任何物 我岂能放过 那对我惨无人道的人呢 我岂能赦免那背叛我话的人呢 我岂能放过那背逆我的人呢 人的命运 岂不在我全能者手中吗 你的不义 你的背逆 我岂能将其看为圣洁呢 你的罪孽 岂能把我的圣洁玷污呢 我并不沾染 那不义之人的污秽 我也并不享受 那不义之人的贡品 你若对我耶和华忠心 你岂能把我祭坛上的祭物 占为己有呢 你岂能用那毒蛇的蛇唇 来亵渎我的圣民呢 你岂能就这样背叛我的言语呢 你岂能将我的荣耀 将我的圣民 当作你为撒旦 那恶者效力的工具呢 我的生命是供那圣者享受的 岂能容让你把我的生命 随意拿来当玩物 当作你们中间争斗的工具呢 你们怎能就这样对我 无情无义又无有善人之道呢 岂不知我将你们的恶行 都早已记载在这生命之言中 你们怎能逃脱 我刑罚埃及的烈怒之日呢 我怎能就这样 让你们一再抵挡我 背逆我呢 我明明地告诉你们 到那日 埃及所受的刑罚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你们怎能逃脱 我愤怒的日子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的忍耐本是为你们的恶行而预备的 我的忍耐本是为你们 在那日的刑罚而固有的 你们岂不是我忍耐到底之后 列怒审判的对象吗 万物岂不都在我全能者的手中吗 我怎能容让你们在诸天之下 来这样地悖逆我呢 你们的日子甚是难过 因为你们遇见了 那说要来 但并没有来过的弥赛亚了 你们岂不都是与他为敌吗 耶稣早与你们为友 但你们却与弥赛亚为敌 岂不知你们虽与耶稣为友 但你们那恶行早已充满了 那可憎之人的器皿了 你们虽与耶和华甚是亲密 但你们岂不知 你们的恶言早已达到了 耶和华的耳中 而触及了他的怒气 他怎能与你亲密 又怎能不把你那充满了恶行的器皿 而焚烧呢 他岂能不与你为敌呢 也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